这里的游客每天是一茬接一茬 当我们下到一楼外卖部的时候 发现虽然外卖窗口还没打开 但队伍已经排到九曲墙那边了 所以这些芝麻就是炸得十滴到十滴的 咖地比较稳为美札而可以 本身的内蒸销就是这些 我就从于这咖地来 哦 从于这咖地来的 咖地跟鸡翅呢是这个米朵 我从小我就吃在这附近了 从小我就吃到一点 我有一点味生芝麻 哦 味生芝麻了 你经常要拿到十块来干嘛 我得嘛 对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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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说鸡汤 各种拿着小龙米朵拿着呢 鸡汤啊 有啥味样啊 各个人的口味吗 各种的口味 各种的口味 各肯定外样 就是一个娘子坐着车 经常说你们说 煮嘎的 对吧 各米朵也外样 各种肯定啊 各样外样 我觉得我个人第一年 他经纪稍外 第一年他都会生 我们别经常做过 各种情 对吧 就相信各种人 那你去多年就真的相信各种 这个门子 不该能去相信啥呢 至于米道好啊 各种放在顶尾 就是说应该 嘎地好 嘎地稍微 这两样好 米道好 就这样好就多了 由玉敏告诉我们 每天外卖只有一个小时 如果要算销售总数的话 应该要达到几千龙 我们看到很多游客买了小龙 都直接跑去九曲桥边吃 而楼上二楼还有很多空位子 这让我们不仅多了个疑问 一 二 三有什么差别吗 除了糖之外 买这个 这是 一楼是最传统的 我们把南下馒头店最传统的 一直保留到现在 并且大家也知道 现在菜场里买的小笼包 也要一块钱一个 最起码的 对吧 像我们一楼的小笼包 十二元十六个 比较接近上海人的大众化消费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二楼 也是为了方便上海人吃早餐 做的卸缝小笼包 二十元十六个 一直供应到早上九点 七点开始供应到九点 然后为了旅游景区 为了不同的消费层次 为了不排队 为了他们的各种需求 有不吃猪肉的 有不吃那个蟹肉的都有 然后我们就准备了 各种花式的小笼包 像这个楼面 大概有十五个品种的小笼包口味 可以对付 应付不同的消费层次 就是根据消费的层次需求 我们才做了那个调整 然后有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按照有玉米的说法 一楼装供外卖 只卖鲜肉小笼包 价格最为便宜 它采用的是传统的油桌台 这种制作工艺 与古一园小笼一样 而二楼的特色是蟹粉小笼包 从这层楼开始 用的都是粉桌台 也就是先往面团上撒上干粉 然后用双棍擀皮 这样出来的皮子相对来说比较薄 至于三楼品种最多 自然价格也最贵 和古一园的店一样 这里的小笼包 馅料配置逆方 也只有油玉米 一个人知道 是家里传的还是 有师傅教的教 师傅教的传生 那您当时是几岁的学生 我1996年就开始进南乡馒头店 直到今天 17岁 学校毕业的 课班 你说这个整个流程 你都会的地方配合吗 对 我学了将近十几十年 那这个最大的特色在哪里呢 就是南乡 就是说像传人一般性 对小笼包是特别有感情的 然后对小笼包的配方 什么是特别了解的 因为我知道那个精华汤包 它基本上已经属于 世传的状态 那你觉得像南乡小笼包 这样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南乡小笼包 会传承下去 因为我相信它也跟那个 生意的营业啊什么都有关系的 像我们总公司也好 我们集团公司也好 它对小笼包一直有一个要求 或者又一直有一个那个规划 今年比方说有什么计划 明年有什么计划 它一直在发展 我相信有发展的东西 它就有未来 的确有发展就有未来 除了小笼包口味的改进之外 这里还推出了各种口味的灌汤包 看起来特别诱人 当我们问起游玉米 他们店与南乡古一年的关联时 他回答的似乎有点轻描淡写 今天这个店是跟这里有大的关系吗 没有关系 只不过原来那个师傅是会包小笼的 是在那里学的 然后到我们城隍面来开了一个小门面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的小笼包跟他们没有说 哪家好哪家不好 只有吃的人 他对那个小笼包的那个看法不一样 怪不得古一元的李建刚谈及此事 总有些回避 其实一开始 我们和不少师傅的想法一样 以为古一元的南乡小龙店 是城隍庙南乡馒头店的分店 因为从总体口碑来说 城隍庙的南乡馒头店 似乎更受欢迎 由于你说 他考察了上海各家小龙店 变长了各色小龙 在他看来 小笼包的制作工艺基本差不多 唯有口碑上的创新 才是核心竞争力 作为传人 他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他告诉我们 在离他们店大概不到400米的地方 就有一个台湾的小龙包店 那里制作小龙的工艺自成一套 特别在口味上 与上海本地小龙很不一样 是他们店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一进门 我们就觉得有些穿越了 很难把眼前的一切与制作小龙包联系在一起 这家小龙店创立于1972年 一开始是从台湾的一间小小包子铺起家的 但如今 他已经成为一家有几十家全球连锁店的知名中餐厅 不知道是不是用了那句话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不过 要在小龙的发源地里面好这本经 那还是要有些真功夫的 中午时分 客流量非常大 店经理表示没时间招呼我们拍摄 反正也到了饭点 于是我们找了个座位 坐下来准备体验一番 我们点了四龙小龙 外加四碗油豆腐粉丝汤 这里的小龙 除了鲜肉和蟹枕馅以外 还有海鲜馅 丝瓜馅 和栗子豆沙馅的 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小龙包的印象 小龙蹲上来的时候 总体感觉很精致 各个模样周正 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可过 看着那38人一盅的油豆腐粉丝汤 我们这一顿吃得有点陡陡了 这里的小龙蛮的口味清淡 对于已经习惯了浓油赤酱的上海食客来说 是一对全新的体验 这位师傅是点心部的总负责人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他有着20多年的小龙制作经验 在这里工作已有10多年 他告诉我们 在这里小龙的每道制作环节 都做到了计量数据化 这个我们称重的 我们每个锯子是4.8到5.2 4.8到5.2 你就是把它捏成小的 然后每一团都要称一下重 对 那么每一团都是要重复这样的工序吗 都要重复的 我们区的大小直径是6.5左右 这是你们专门自己设计的模型对吗 对对对对 一个模型压上去 正好旁边踩一点边就行了 这样大小 就误差不能大 对对对 就是这点误差 你一定要手艺很熟的人 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天天练啊 经营球经营应该是 对吧 它是专门挑线的 专门挑线的 我们的皮线不是刚才介绍了 是锯子是4.8到5.2吗 对 那么挑线挑好是20.6到21.4 哦 线的重量也是有讲 皮跟线的重量 都是加起来 对对一起加起来 我们包包子 差不多要18折 最少不能低18折 18折 对 18折对于一个小龙来说 算蛮多的了 哇很密 对 包出来那个折 包出来很小一个 就是每个都是在18折的吧 对每个都不能扫一只18折 师傅这边您是设定蒸小包的时间的吗 设定蒸小包的时间的 是4分40秒左右 4分40秒左右 这个时间就是固定的 对对对 每一龙就是这个时间 对 师傅我们这龙算好了对吧 对已经蒸出来效果 蒸出来了 我看到它那个皮已经有点透明了 对对对 那这个 直接上来 对可以上桌了 每天哪一家分店所需要的制作原料 都会从中央厨房统一配送过来 只有这样的标准化操作 才能保证制作出的小龙包全球统一化 这里的每个点心师 以做出各个符合企业标准的小龙而自豪 但对于挑剔的中国吃客来说 口味才是网民